以下是天下簡報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今天表示 去年有超過10萬7,600名美國人死於藥物過量 是有紀錄以來最高年度死亡人數 根據CDC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的一份報告 該中心收集了包括吸毒在內的一系列健康主題的數據 2021年藥物過量死亡人數增加了15% 高過之前一年估計的93,655人 這些數據有助於顯示大流行的後果之一 在普遍失業以及越來越多美國人 報告心理健康問題的情況下 若密濫用個案有所增加 在星期二,洛杉磯聯合學區教育委員會通過投票 決定將12歲以及以上學生的新冠疫苗 接種任務的生效日期 由今年秋季推遲到明年2023年7月1日 以便學區和州保持一致 學區總監瓦爾佩托卡瓦洛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投票表明是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學區 學區所採用的健康以及安全協議 是根據醫療合作夥伴 以及公共衛生官員的專家建議 星期二,93歲的華裔演員吳漢章 James Hong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上流名 成為最年長的獲得星星命人 吳漢章是1929年出生於明尼蘇達州 組織廣東台山 由1954年開始一直活躍於演藝界 CNN指他為荷里活最多產的演員 全美國最為人熟悉的華人面孔 見證了荷里活對華裔看法逐漸改變的歷程 星期二,南加州Norwalk La Merida 聯合學區Losalios中學的教師 安傑利卡甘德森 因為在科學、技術、工程 以及數學教育方面的卓越表現 獲得了全國米爾肯教育家獎 獎金為25000元 是加州唯一一位 在2021至2022賽季 獲得該獎項的教育工作者 長期教育窗盜者Obera通過視頻 向今年全國六十多名獲得該獎項的教育工作者 表示續賀 據ABC報導 昨晚10時左右 南加州河濱市亞十頓行一個家庭 遭到暴力入侵 三名劫匪闖入屋內 用槍指著兩名成人 以及一名11歲的兒童進入浴室 並且用膠帶將他們封綁住 然後洗劫房屋 並且帶著受害者的手機逃走 警方說 大約一個月前 同一個地區發生了另一宗入室搶劫事件 但尚未清楚這兩宗案件是否有相關連